CMGadgets 今個星期 PCMGadgets 有一件事想和大家分享 上個星期我們也做了一個預告 Solo有一個新喇叭 剛剛可以開箱 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是什麼呢 台面有一個Solo的喇叭 這一個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這一個是之前推出的Solo ONCE Solo ONCE 是一個要用電線 濕電的智能喇叭 Solo ONCE 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可以在同一個系統 或者同一個網絡裏面 可以配合其他Solo的喇叭 做一些5.1的設定 這個就是它最特別的賣點 它也可以隨時拆出來 獨立 當一個單一的智能喇叭用 譬如說 如果你說 我在聽 我有一條三巴 再加上兩個Solo ONCE 後置 可以做到一個 虛擬的5.1的系統 但問題就是 Solo ONCE 或者之前Solo 所有推出的喇叭 雖然它的機身不是很大 很輕巧 但始終要扭著電源線 變成在使用上 大部分情況 都是在室內的位置 或者我們叫做一個 相對叫做稍為固定的位置去使用 今次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上個星期也做了一個預告 就是Solo MOVE Solo MOVE 是甚麼來的 拿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Solo MOVE 大家看到 基本上 它是一個 無需要插線的操作 平時怎樣使用的呢 其實它是有一個火牛 加一個線圈的 讓大家看看 基本上 粗糙簡單 基本上 你買回去 你打開 包裝盒 你看到一個喇叭 和一個火牛 加一個充電圈 這個充電圈 基本上 你放在一個 可能你家裡一個 你會放喇叭的位置 放在這裡 平時 你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充電 每次充滿了電 之後 就可以拿出去 到處使用 沒有 充滿電的情況下 每次可以用 十個小時 相對 Solo One 或者Solo 其他的喇叭 有甚麼最大的分別呢 第一 它是 可以 不需要 用電線 但是 它的喇叭 都頗聚手下 基本上 這個喇叭 它的重量 是三公斤 但你說 會不會重得來 很難拿 其實就不會 因為剛才你見過 都是單手 手上來 其實這個喇叭 它背後 就有一個 好像以前 Solo喇叭 都是 它一定是 有一個 電源的開關鍵 再加一個 連接的鍵 其實是這麼多 沒有其他鍵 但今次這個Solo Move 除了一個 連接 或者一個 電源鍵之外 它就會多了中間 有一個 藍牙 和Wi-Fi切換的鍵 按一下就是藍牙 再按一下就是Wi-Fi 是這麼多 所有的操作 的鍵 沒有了 機面這裡 就是會有 大小聲 和Play 和暫停 的功能 鍵 沒有其他 如何播放 這個Solo Move 或者Solo 所有產品 都需要 用手機APP 去做控制 稍後我會再 跟大家做個示範 說回這個喇叭 為什麼Solo 會做一個 無線 或者我們叫做 內置電池的喇叭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 很多人在家裡 用過的喇叭 即是智能喇叭 其實它未必是固定一個地方 用的 可能平時你擺廳 或者我拿進房 或者拿去廚房 一邊煮飯 一邊聽歌 都會有的 所以某程度上 這一類喇叭 就算家裡用也好 其實如果是要插著火牛 某程度上是不方便 因為可能你擺喇叭的位置 附近是未必有插素的 例如廚房 不是每一個位置 都會有插素 給你剛剛好去用 或者是一些浴室的地方 而這個Solo Move 它的外殼來說 基本上是做到防塵和防水的 例如你拿去一些室外地方 例如你家裡很棒的 住村屋 是個天台 你可以上去天台玩 或者是你有錢 還是外面有個前後花園 你可以拿出去戶外地方 去用 去聽歌 亦都不怕是下雨 甚至乎這個喇叭 本身是防跌的 例如我現在這麼高 跌到地上 雖然三公斤都幾重 跌到地上 但是基本上 這個喇叭不會跌得難 這個喇叭 當然你不要說 十就放在街上 但是如果你說正常 譬如桌面 這種高度跌到地上 是不會有事的 好了 其實Solo Move 那個體積 Solo One 都是相對偏大的 它裡面 喇叭的組合 其實都不算很複雜 是一個中低音 另外有一個高中音 那個高中音的設計 就是它是由上向下發聲的 再用一個好像漏斗 的形式 將高中音擴散 基本上 270度的範圍 你聽出來的聲音 都是接近的 不會說那個 音色會側在一邊 或者很窄 所以這個是一個 廣域的喇叭 其實類似設計 在Solo One 都有的 但是Solo One 那個喇叭的直徑 就沒有Solo Move 那麼大 而音量也是 雖然這個是用濕電 但是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一試聽 我聽到那個 音量的輸出 Solo Move 是大很多的 譬如你說在一些 室外 或者一些 花園 或者一些空曠的地方 其實一隻Solo Move 基本上 基本上 都很夠聲 按到上面的按鈕 另外 可以說說 無論Solo One 或者Solo Move 都好 它裏面是有一個 內置收音咪 那個收音咪 是可以讓你用到 Google Assistant 這一類 人工智能的功能 當然你要做過一些 設定 但是 Google Assistant 都好 暫時在香港 都不算太多人用 因為始終沒有廣東話 這部份 我就不詳細說了 那麼充電來說 這個Solo Move 剛才除了我說 可以用那個 火牛 和那個充電環之外 它有一個 USB Type-C 的插頭 就在機背 下面的位置 那你就變成可以 譬如我出街用的時候 或者是 即是拿去燒東西吃 或者拿去戶外用的時候 我都可以用一些 充電 USB Type-C 充電線 去插 一些外置電池 去做供電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擔心 它沒有電 之後怎麼辦 這個 都比較方便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玩過Solo 我們其實都玩過之後 其實我們強調Solo 有個問題 就是它很多時候 一定要用手機去做設定 我想今天就和大家講講 我們玩過Solo的設定 同時可以幫我轉一轉畫面 基本上每一個Solo的產品 你開始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手機 即是Android 或者iPhone 裝上Solo本身的Solo Apps 你裝了Solo Apps之後 其實它第一次用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清楚的指示 就幫你去尋找你的網絡上面 有沒有任何Solo產品 當然有限制的 首先就是說 一般家用就不會太大問題 譬如你家裡都是只有網絡 或者一個SSID 就很容易找到的 但如果譬如我們在公司 其實有些公司有些Filewall 其實就會搜尋不到 變成這方面 你就要留意一下 有時就需要在一些沒有Filewall的網絡上面 去使用這一類網絡的多媒體產品 基本上 無論Solo Once Solo Move 你首先都要經過一個掃描的程序 掃描完之後 它就會將你現在 用的網絡的SSID 和密碼 就會複製到喇叭裡面 複製完之後 這個喇叭 在WiFi的環境之下 只會在你登記了那個網絡去使用 所以如果Solo One這一類機 如果你有幾個SSID 就會比較麻煩 但如果你說我一個家裡只有SSID 問題不大 即是你移動也可以 但否則你就要在軟件裡面 再掃描過 而Solo One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後面 其實Solo One 或者很多Solo產品 都是一樣的 除了WiFi之外 都會有一個Evernet的頭 即如果你說我那個WiFi 收得不太好的時候 都可以用回網絡線 但Solo Move 就沒有這個網絡頭 它只能透過WiFi 或者透過藍牙去做連線 那部分我等會再跟大家說一說 大家看到畫面 基本上Solo One 或者Solo Move 或者我們不只說Solo One 即Solo其他的喇叭 和Solo Move 最大分別的一件事 我想說一說 Solo的喇叭 如果我們做完一個安裝設定之後 其實它需要做一個 叫做True Play的功能 這個True Play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它會用你的電話 或者iPad 或者你的iPhone 做一次好像我們的影音抗音機 的一個調聲的功能 就用你的iPhone的麥克風 去做一個收音麥克風 量度你的聆聽環境 究竟是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還是有很多雜物 因為它會收集回 那個 feedback 那個殘響 去計算回音場的設定 那傳統 或者之前我們用的Solo的喇叭 這個Tune Play的功能 是手動的 你每次加入一個新喇叭 或者是你把喇叭放到不同的地方 其實它會建議你做一次這個Tune Play的工作 那Tune Play的工作是怎麼做的呢 它就會建議你 因為我不會做完 因為做完很花時間 它就會建議你把你的iPhone 脫下你的iPhone的機套 盡量不要干擾收音麥克風 然後做一個測試 做測試的時候 它就需要你擺好喇叭之後 將你拿著 現在我用iPad做一個示範 將你的iPad的麥克風向外面 然後你是需要量度它的聲音 但是量度的聲音的時候 它其實基本上 是會要求你在家裡 你要看到 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如果有一點點雜聲 或者你量度一下 有人走過 或者外面有一點點聲音 影響了它的拾音 都是不行的 譬如我現在一邊試 第一個步驟 他就會打個大交叉 告訴你 是不行的 所以很多人 如果在家裡做這個步驟 可能你是要完全清晰 家裡沒有人 或者當時是比較靜的環境 但是可不可以半夜三間 做大家睡醒就沒有聲音 但又不行 因為下一步 其實這個喇叭 會發出一些密充聲 那你就會發出你的家裡 其他人 那就比較麻煩 因為我做不到 因為一做下去 就會變得空 所以我們就做到這裡 這個調節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就是剛才我們在一個固定位置 做一次十音量度 第二個細節的測試 就是它要求你拿著你的iPhone 或者iPad 圍繞著你的聆聽範圍 舉例 原來你打算放在家裡的廳裡用 他就建議你圍繞著廳 一路走 一路走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 可能走大約兩三分鐘左右 完成整個test 但期間都是要不可以有雜聲 譬如你說 我走一走 鍵到一些東西 有聲音 你又要從頭來過 這個tune play 做完之後 雖然喇叭很小 但可能出地的音場 好像很大 很有規模感 效果很顯絕 尤其是當你設置一個5.1的情況 譬如你配合Solo Beans 那些Soundbar 或者你有Solo 10的測試 一起用的時候 這個步驟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做的過程是有些花時間 要給多一點點心機 但是去到Solo Move 就很好 怎麼好呢 Solo Move 我登記完之後 都是有Tune Play的動作 但是你會見到 它已經變成Auto Tune Play Tuning 你穿了之後 你是沒有下一步要做的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因為它預算了你Solo Move 會在家裡不同地方使用 如果是用剛才那種方法 你可能從廳裡抽到廚房 你也要量度一次 廚房抽到廳也要量度一次 或者你抽到天台也要量度一次 那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所以它就變成Auto Auto的時候 它會定時 穿著收咪 量度一次的環境聲 當然你說效果來說 人手那個 你是會明顯聽得出的分別 但是Auto這個 真的方便很多 基本上 你不需要做我剛才所說的 幾分鐘的動作 當然我覺得如果最好的 就是說 將來無論哪一款Solo喇叭 都好 你這個Auto功能 加起來 你可以讓我選擇Auto 還是人手 我覺得你可以讓我選擇 我可以選擇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像是 插線的產品 只可以用手動 Solo Move 就是用自動 我覺得這方面 有進步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做都好些 就是可以讓我選擇 設定完之後 其實我們都可以去選擇 例如我們現在公司 我們都有幾套不同的Solo 我們就設定了去不同的位置 例如我在客廳 我用了Solo Beans 那個Solo Beans 加上那個Soundbar 那Move 就是現在正在用 我辦公室 例如我放在我書桌 桌面的 我就有一個Solo One 你可以設定去不同的場景用 又或者我想將Solo One 拼入Living Room 我就可以在Living Room 增加我們的Sarround Sound 我就可以加上後子聲道 這個都會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就是有彈性的 但是Solo Move 就不可以加入Sarround 我不可以買Solo Move 說正好 我當後子無線喇叭 我連電線都不用插 有些人後場沒有插插 這個就好 Solo Move 是做不到後子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 但是你可以用Solo Move 去加其他Solo喇叭 去做一個聯合播歌的功能 例如我在室內用Solo One 但是我拿出室外的時候 我可以用Solo Move 我可以室內室外 在同一時間播放同一個音樂 不會有延遲的 這個都可以這樣組合來用 大家關心可能是聽歌 所以我現在都試一試Solo One 和Solo Move的聽歌 當然現在的環境 我們都用另外一個收音咪 去播給大家聽 所以大家在畫面上面 或者現在在你們的喇叭 或者耳機上面聽到的聲音 就未必是我們實際播出來的聲音 我先播放Solo One 先播放Solo One 如果我們播放歌的時候 當然Solo本身是有一個 配列的 你可以譬如 你把你儲存在你的手機 或者iPad裡面的歌 或者一些它上桌的 譬如它支援到 Sport Spotify 或者TuneIn這些 這些資料 可以加進去 它這個賓列裡面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的應用程式播放歌 但如果我不是 我用那個播放歌的App 譬如我用Move Move Move是不能加進去 它那個Playlist裡面的時候 我都可以用Network Play 或者AirPlay 去把歌曲放到Solo喇叭 如果我現在用AirPlay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 我先選Solo One 好 好了 我現在轉到Solo Move 現在基本上 兩個音量 輸出的音量是差不多的 好 好 不是播放很長時間 但基本上 我不知道大家在 你們的畫面 或者你們 現在的聆聽環境 聽不聽得出個分別 但是在我們現場聽 Solo Move的音量輸出 是大很多的 還有那個聲音 是相對沒有Solo One那麼局促的 即它的擴散是做得比較好 如果你說 以一個無線 或者同類很多產品 其實就未必是Network 但是很多時候 它們是藍牙的產品 來說 如果你說藍牙無線喇叭 很多時候 內置充電的藍牙無線喇叭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牌子都有 但是未必有那麼大隻 例如JBL Bose 都有這一類無線 藍牙喇叭 但是沒有那麼大 而且輸出未必能做到那麼大 我自己覺得 無線這種設計 我自己只是用了一兩天 方便 再就是真的沒有了一條線 我放在哪裏聽 其實一抽一放下 我就可以播 方便很多 還有擺位上面 亦都比較容易控制很多 你說是否方便你拿出街呢 當然在香港的環境 就未必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外地的地方可以用 但如果你說 不是喔 有一天我突然想去 和朋友去燒東西吃 去郊野公園 你都可以拿出去的 當然太大聲 你就會影響到其他人 但是譬如你說 有些戶外活動 你想去一些喇叭 或者是有些集體遊戲 你想有個聲音 去做一個PA 某程度上 都可以做一些音樂的播放 因為不是OK 很多人 可能有小朋友開派對 你都可以拿這個出去 頂住 不用說我去租一個PA 去用 他的聲音是OK的 你說好沒有用呢 其實我覺得 無線是方便很多 唯一就是不好 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說 他那個十小時 很多時候 我自己覺得 很多時候 我們用完之後 是很方便地 走開 沒有去關機 沒有很習慣 關機 有機會是耗電的 所以 大家要留意 可能你拿走了 不在充電位的時候 可能第二天 你就要放回充電 如果你說連續播十小時 是夠用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就播完之後 停了一首歌 其實它是穿著了 但我們就忘記了 就去關掉電掣 或者把它放回充電位 我試過幾次 例如下班 就走了 第二天回來 原來電已經沒有了 有這些小問題 但是整體的 升級 或者進步 就是 剛才說的 自動的調升功能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比起之前 Solos的喇叭 我希望日後 這個功能 可以其他Solos的喇叭 都可以用到 更加好 這個喇叭 就示範到這裡 預告一下 少少 明天就是 iPhone11 正式的派貨 正式推出的時間 我們明天 都會有一個節目 就跟大家做 iPhone11的開箱 還有就是 明天基本上 所有的網絡商 都有價錢 一手頭上 我們還欠 一個網絡商 未開價 明天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大家 去做一個 月費的分析 究竟是出正機好 還是上台底 都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我想明天的時間 應該都是下午的時間 詳情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明天的PCM的Facebook公佈 好 來到這裡 再跟大家說聲 多謝 拜拜